先把奶油隔水加熱 讓它融化 要倒全部融化 因為後續要放 豆漿粉 然後這次我沒有 沒有用那個 白糖粉 我用黑糖 跟蔗糖 或是砂糖一起拌 試試看那種 黑糖風味的奶酥 全素食的奶酥 沒有蛋沒有奶的奶酥 那現在 奶油已經完全融化了 就加入砂糖 我會將二砂糖跟黑糖混在一起 如果完全用黑糖的話 可能顏色會太深 所以我又加點砂糖 所以我又加點砂糖 因為現在還太湯 不能這個時候加豆漿粉 所以就是要先把糖 把糖融化 因為它那個容器太小了 要攪拌 所以我把它倒過來 雖然這奶油還是液菜的 不過有點涼了 這時候就可以 放豆漿粉 攪拌 攪拌成這樣子 我剛才有嘗了一下 因為豆漿粉本來就是熟的 我真想說一句話 超級好吃 真的 真的 好吃到爆表 真的真的 若不相信的人可以跟我講 我就是近一點給你 純素的 純素的奶酥 黑糖奶酥 這還是有點異狀 還沒有完全冷 要等 冷了之後 等它凝固了 好 抹在那個吐司或厚片上 超級好吃 我剛剛這樣 這樣子試吃了一下 真的超級好吃 真的是受不了 真的這次好成功 外面 昏的只有奶酥而已 然後我做的是黑糖奶酥 而且是純素的Vegan的 超級好吃 比昏的還好吃 今天早餐的飲料呢 上面是紅龍果 然後接下來是蘋果 蘋果 然後奇異果 芭樂 很營養吧 又健康 那現在呢 那個 該吐司已經烤好一面了 然後現在就開始要抹抹一下 然後現在就開始要抹抹一下 這是昨天做好的那個 黑糖奶酥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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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要下去烤了 再烤一次 现在另外一面也烤好了 有点烫 好烫好烫 跟那个真的是 荤的奶酥厚片一样 不过我只是用薄片 它好香哦 是拿去给人家闻 不会有人相信这个是荤的 全素的 Vegan的 好超级香 这就是真的非常真的 那个奶酥厚片 非常真 然后因为我不是厚片 所以我是薄片 两片叠在一起吃 然后再配合 活力饮品 这样子早餐就是100分 然后再配合